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来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这课学过了 另外一种制作回调函数的方法 对不对 现在一共有两种 咱们自己制作回调函数的方法 一种是使用变量函数 对不对 一种是借助于系统的函数 借助系统哪个函数啊 是不是这个函数啊 来制作回调函数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要学习的是跟数组 还有对象这个有关的东西 所以现在咱们学对象了 也没学类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对这节课内容你有点不理解 先不要紧 如果你看不下去 你可以先最急先跳过一下 等学后边的对象之后再回过来看 因为我怕这个知识点拿到讲明对象去讲的话 有点串不上 所以还是拿到前面去讲 但是你可以翻过来看 所以不明白类和对象的展示不要紧 先了解一下这个形式 那现在咱们用两种制作这个方法了 我把这两种都分别用一下 现在看 我把这个打开 把这行图住掉 这个是不是就是变量函数的方式 对吧 变量函数的方式 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特性 回调函数 只要是在这个参数传一个函数名 是不是就行了 但是后边咱们不学对象对象的概念 对吧 如果这个函数不是在全局 而是在一个对象中怎么办 对吧 如果不是在全局 是在一个静态类里边怎么办 就是吧 现在比如说我给你写几个方式 讲到这test 咱们我写几种顾虑的方式 class 对吧 写一个类叫做 这个过滤类 FYLTR 假如我写一个这个类 这个类里边有一个万方法 看一下 万方法那是干嘛呢 是如果你边穿W 你看 W和三局等于零 对吧 我就返回 真 否则 返回 假 对吧 如果这里边有一个STTS静态方法 TOO的方法 没有 咱们还没学静态方法呢 这都不要紧 咱先大概了解这个写法 这里边我想过滤的是 如果什么 PREG METCH 匹配什么呢 里边有什么呢 有三的对不对 我想把它都取消 $I 还记得这咱们前面写过这两种方式吧 虽然正泽咱也没学呢 对吧 等学了正泽再看这些就特别的容易了 对吧 现在的正泽里边有带静态的而不带静态的对不对 那实际在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如果不带静态的 我必须就得创建对象来调用它 也就这个意思 我这块必须得创建一个对象 F-I-L-T-R等于NU-F-I-L-T-R F-I-L-T-R 我这样创建完对象之后 才能F-I-L-T-R调用这里的对象的方法 这是后边的学对象的时候 学的去调用对象 如果加上这个词的 加上这个词的 听懂吗 那我看一下 加上这个词的不能怎么办 就得用类名来调用 直接是F-I-L-T-R 而不是创建的对象 是类名 大家有点不太理解了 没学到对象 对不对 先不要底下 你只要记下格就行 调用一下 2的方法 看到了吧 加不加这个 它调用方法是不一样的 听懂吗 而我们现在这个 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外边使用调用的方法 前面当学过 用变量函数制作的回调函数 这个函数 当然在类里边叫做方法 是一样东西 听懂吗 函数 不在类里边的函数 我们直接 是不是这么太子调用就行了 对不对 如果是对象里边的方法 或者类里边方法 我们怎么调用 全局的能调用 你看 没问题 咱们讨论 咱们讨论一下 对吧 那我现在想用 什么 对象里边的这个万方法来过滤三的倍数 怎么做 一般的 一般的 只要进到 回到函数 听懂吗 就可以做到 直接 全局的函数 可以把函数 都传进来 对象中的方法 可以传进来 内容的话 也可以传进来 是不是这样才可以啊 因为毕竟咱们后边的开发思想 都是面向对象的开发思想 对吧 怎么做呢 在这块 这是调用单独的一个 过滤的 对吧 在这 上面太子调用没有问题吧 那现在我给你改一种方法 如果是对象中的成员 我们是这么调用的 你必须得指明是哪个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块 指明哪个对象 然后才能说明对对象中的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得用一个数 为什么就用一个数据呢 因为你在一个参数里边 要传两个信息进去 对吧 一个要传是哪个对象 一个要传这个对象中的哪个方法 是不是意思 所以要传两个值进去 我们就得用什么 我们就得用一个数据进去吧 对吧 所以第一个参数是指明哪个对象 newfltr是这个对象中的 对吧 第二个参数 这个对象中的万方法 如果是类里边的方法 那么也是得指明是哪个类里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也是传两个信息进去 对不对 那么也需要传一个数据 那我们这怎么办呢 这话 ary 算一个 第一个参数是内名 内名是谁啊 rtr对不对 第二参数那里边哪个方法 to 对吧 这是需要大家记得 什么呢 对于回调函数 如果是全局的函数的话 直接传函数名 因为就一个信息 是不是就行了 如果是对象中的方法 那么必须用数据 在数据中第一个元素 指明是哪个对象 第二参数是对象中的哪个方法 知道吗 如果是类中的静态方法 那么在回调的时候 也需要传两个信息 也得用一个数据 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 类名 对吧 第二参数就类里边 哪个静态方法 知道吗 但是这两种方法 我一传之后 我现在用的是哪个 是不是变量函数这个 做的 回调 那变量函数 可以吗 干啥 乘一手全是错误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变量函数 是因为这个变量 能接收什么 变量能接收什么 对 变量意味着能接收的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调用的是字符串 这个值对应的什么 那个函数名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在调的时候 这个n我传给他的 不是一个字符串 传的是一个数据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是不是这种传数据进来 然后数据名加括号 不是字符串加括号 是不是就调不了函数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用变量行人做回调 你这会儿得有大量的判断 你得判断这个n是不是数据 对不对 如果是数据的话 把第一个参数 怎么的 是不是做一个对象之类的 第二在做什么 如果是什么 是数据 第一个参数是 还得判断是类还是对象 对不对 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是不是失败了 这种方式 那如果我用这个方式 对吧 是不是同样做同样的回调函数 对吧 这是个借助函数的方式 那如果这个能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教育回调函数 判断分 我传的是 新这个了 先看一下问题在哪 刷新一下 这个没有变量i 这是循环里面没有变量i 都是这一个注意 对 这个是 我把注意 这个平移掉 对吧 是一个注意 e r r o r 下来是r e p o r e p o r p i 我先把所有注意平移掉 这不是错误 这是都注意 你看 是不是这些值 对吧 现在这块是过滤到什么 现在我是调到了哪个 调到了内里边吐 吐里边咱写的是过滤什么的 包含三的都去掉对不对 这好三的 这会儿刚才那个参入问题在这儿 这么一天参入 问题在这儿 你看三的倍数是不是可以了对吧 那如果把对象打开 把下面的注入掉 看一下 是不是万 万是过滤什么的 三的倍数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三的倍数是没有了 是不是这里没有三的倍数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程序给大家看的结果 要知道什么 调用 回调函数 调的不光是有全具函数 有可能有对象中的方法 有可能有类中的静态方法 对不对 一共回调有这三种调用方法 而后边这两种是在咱课程中 后边课程中会反复学习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现在咱们也学到这个类和对象 所以这块有可能你不太理解 对吧 但是你记住 这两种方式谁可以调用 这个可以直接支持 因为它本身这个参数 是不是就随一个回调 系统里边回调都支持什么 可以传对象中的方法 内容静态方法 和直接的函数的名称 对吧 而用变量函数 这个变量只支持字如串的名称 对吧 是有一个这样的特点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用变量函数做回调 会有这样的局限性 也就是对象中的方法 和内容的静态方法 有的时候不太好用 你要想用变量函数去做 也可以对不对 所以通常咱们做回调函数 都用哪种方法做呀 自定义一个回调函数 对吧 用这个函数去做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 那么在这节课课件里边 我们也有这几个方式 比如说这块是用变量函数做的回调 对不对 这块呢 是用这个方法 介绍这个方法怎么用 对吧 这块呢 是介绍于这个方法来一个详细的使用 对吧 好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没学过对象和类 那么看这个有点麻烦的话 那么你可以先放一放 对吧 反正在讲到对象之前 咱们这个知识点还用不上 对吧 只有讲到对象 讲完对象之后 这个知识点才能用上 那么你记得 看完面向对象的 学完面向对象之后 你再回过来看这一部分知识点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